字幕提供 Kick 適時補血備一招 重新錄過 大家好,又是我Snakey何師傅 剛剛官方發布了3.13個Patch Look 跟以往一樣,有辣有不辣,不能選擇 出了Patch Look之後,就可以確定出一個 極為之簡單的拓方推介給大家 今次會介紹三個Build 包括Slayer Cycle 柱形和旋風斬 Trixter Toxic Ring 即是詐欺斯的毒語 最後一個就是Herofan Freezing Pulse Totem 聖宗的冰箱蜜充圖騰 蜜充圖騰 其實是做過整個Build 今次會介紹如何低等級的 玩這個Build 總共做三個 今次的教學影片不只是簡單 簡直是簡陋 我們是為了遵守托方流派要的五個原則 就如後面所示一樣 第一點就是人物天賦60到65級 爆擊其實都是這級 如果我整個角色出來是90級 點齊所有天賦去做一次給你看 那就不是托方的托慘 第二點就是主動技能 我們只會用四連 就算有洞 因為我是用Tapura做示範的 但我都不會插些珠水 因為以示的真確性 第三點我們盡量少用 綁定裝備 我們可能用一些平價的傳奇裝備 方便你可能用來參考 你都容易找些裝備 第四點我們的Ascendency 升華方面只會點六點 因為你65級最多都是只有六點 你不會65級剛爆擊 就可以打到最後的試練 所以只有六點而已 第五點就是會以最簡陋的配置出發 我們只有輸出技 最多有移動技和光環 就是這樣 所以這條影片的流程 將會是角色的講解 然後入圖打王 我們入圖打王 一刀不剪 然後轉人 為之一個教學 總會有三個 這次影片是不會有任何Endgame content 因為師傅沒有親手用這個角色去打Endgame content 所以就不會在這裡獻醜 因為沒有親身打過就不能作準 而一陣子的影片都是實機測試 我們只有Endgame 是沒有造假的 至於天賦路線 昇華次序的資料 就會在文字寶原 在Block內提供 因為一來這一刻 遊戲中的天賦 都仍然在用3.12 就是未用3.13的天賦 我就做不到一個完整的給大家看 第二點就是文字寶原 錯了我可以改 有什麼錯誤都立即改 提醒 又可以更新 第三點就是 沒理由大家浪費40分鐘 其實就是為了看幾點 不如簡單一點 給你一些文字 給你一些圖 你正在打的時候 可以開回來看 就會簡單一點 好了 我們開始了 大家聽完解說之後 就去到真正的實機遊戲畫面 第一隻介紹就是 Slycon Slayer 雖然你見到我的角色是93層 我的血會比你們60層高一點 但其實我天賦上 都只是點了 點剩33點 其實就是60層左右 然後那個Ascendency 因為它還未更新 我今天是13號 剛剛放Patch Look之後拍的 只有4點Ascendency 還有4點還未點 才是符合60層的狀態 那武器方面 其實兩把都可以 我們用了一把低攻的45層去示範 其他裝備全部都是加血 加抑制度 那樣的弱智 那在這個狀態之下 還能不能打到一個T5的地圖 我們去試一下 那你見到我還讓了一隻Ring 因為沒理由用這些恐怖的Ring 因為你60層又不會裝到 那Slayer 今次更新了 再加上有Champion Nerf 因為是雙負雙城 其實就不是Slayer很好用 只不過是Champion Nerf之後 再加Slayer buff 那Slayer變得很好用 其實兩個Class的分別 最主要就是 Slayer的續航能力強很多 因為吸血不會被remove 那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你見到雖然我的攻擊力很低 那麼多怪不死 但是記住我用一把45L的武器 打近72L的地圖 那低攻是正常的 我們盡量飛去打王的地方 其實我自己都有點緊張 因為其實已經第三剔了 因為我中間都是死了 那死的就免得做給你們看 因為肉酸 而這段對話我也是第二次說的 OK 我們盡快飛向現場 亦都以示這個Build的彈性 我可以隨時換武器 因為passive上面 我沒有點到雙手劍或雙手斧頭 到打王部分 換了劍之後 Dpass會大一點 想不到這裏比一大堆麻煩的 而且這個MAP是有Physical Reduction 即是有物理減傷 他們有物理減傷 不是我 看到有危險就跑走 因為我連Slam Dash也沒有 那你見到 首先打Argus 基本上都是可以這樣搞定的 可以收工 對 那你檢查一下 看到這麼多天賦還沒點 然後各樣都沒做好 那終於搞定了 亦都見到可以隨時換武器 所以這個作為起手是非常方便的 是不是很快呢 我們馬上下一個 好 去到第二個要介紹的就是 Trixter的Toxic Ring 或者Toxic Ring Trixter 就是詐欺絲的腐蝕毒 這個标基本上很多人都見過 甚至乎有玩過 3212最多人用的起手标都可以壞他 所以廢話就小說直接就走 因為基本上這個标就沒有特別好說 已經 他的攻擊力是非常之高 因為他不需要任何很特別的scaling 或者任何東西 就已經可以做到現在這個DPS 另一個第一點 第二點 相對上是比較安全 因爲遠程 不像剛剛Cycone 要面對面打 還有Cycone的缺點 如剛剛所見 就是武器的要求 你武器要夠強 你才知道Cycone才夠強 但反觀Toxic Ring 基本上你什麼都不需要特別買 你只需要一打工 一個四連 夠Resist 幫你頂到一些招 那就沒什麼問題 打王的時候 你只需要這樣按住 定期走一走 那就OK的了 放我TOTAL 凋零 TOTAL加攻 基本上就打完一個MAP 你見到是65LV 6點Ascendence 哎呀 不要那麼危險 先按一下 這裡 我有6點Ascendence 基本上你一定能打到高Tier的MAP 因爲這個教學 我們就不是說 怎樣用Cycone打爆機 我們不是用毒雨打爆機 我純粹告訴你 毒雨用來升等級是非常方便 托方的話 因爲不需要任何特別的裝備 就可以打到高Tier的MAP 令大家可以回到東西 所以是不會有任何Endgame的教學 就是這樣 就已經完成第二個了 真是很快的 好 到第三個就是Fleezing Pulse Totem 冰箱衝蜜 還是蜜蜜 就忘記了 都知道打錯了那個 之前大家有留意 師傅的影片 就會見過 有Endgame的教學 但是 中間怎樣起手的 其實就沒有講過 特別在科林 有人問過 是否一定要鏡才玩到 其實就不一定的 現在就示範一次 如何可以平價入場 同樣地 都是87層 但就沒有點了 Around 都是60層 Passive 會在另一個 運字保險上會有的 Ascendence 只不過是點了4點 同樣地又是打回剛剛那個Dunes 的MAP T4 T5的MAP 我完全沒有了 好了 進去再講 一起來等等 好 基本上 二有這個組合 這隻Ring 就減40 的Curse Effect 即是那個 詛咒的效果 就減少40 這裡80 天賦上面 這個部分 就減20 加上就減100 所以基本上 我們頭頂的圈圈 是不需要理會的 是不會有效果的 當然缺點就是沒有了兩隻Ring 說起手 起手 當然是 槍袖一下 你要去到 又不怕 詛咒 又沒有錢買鏡 這樣就不得太矛 對 基本上青圖方面 跟上個教學那個差不多 所以見到上次的教學 我有些偷懶 直接剪掉打王面 就算了 因為基本上TOTUM 真的沒什麼好說 已經講過 上次又講過 再加上 今次這樣教學 你可以很低成本之下 做到這個 用SOULMENTAL 這件夾的效果 就沒什麼好補充 我找一隻王 出來才行 好了 我們找到一隻王 先回來 同樣地放兩個TOTUM 放一個FORCE BOMB 接著就等下收工 沒有什麼特別 還有一個FORCE BOMB 因為 你見到我用這把 好像有點危險 等等 因為這把武器 只是講到12L 現在我在71L 低攻擊力是很正常的 但剛剛看到跳過來 不死 證明那個防禦力 也有一定的 再加上 星華天賦 各人都還沒點完 基本上 這個BELL 也是起手的一流選擇 好了 第三部份 就講完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 就如剛剛所講 這個教學 就不是簡單 是簡陋的 你看到三分鐘 就可以講完所有事情 再補充 天賦的各樣點 你可以看文字補完 接下來 就有一段 吸收的說話 其實之前講過 不過再重複 所以很快 首先 如果你是剛剛 玩POE 希望你能夠抽 多一點時間 看回之前的教學 在 description 和片尾 都會有相關的連結 提供 會對你在進一步 對遊戲有認識 之後再看完這條片 再看完文字補完 一起服用 效果更加容易 幫到你完成 托方 這件事 其次 就是以上 剛剛介紹的 只不過是師傅有玩過 而剛剛示範出來的 托方流派 其實還有很多選擇 我自己玩過 給大家看的 譬如有 Chifton BV 即是 遊長的 飛隱風暴 Dragonot 勇士 陣地等等 其實都可以在YouTube Channel 和Blog上 找得回 第二點想補充 其實托方的意思 就是用某幾招 比較上有效率 而且一個造價比較便宜的技能 作為起手 對於前期沒有資源的時候 就比較有利 不為之托方 好像剛剛見到的 毒羽和旋風斬 你見到真的 亂玩都可以打得贏 但趣味和娛樂性 相對上就會低一點 當然也是各花各眼 旋風斬我們已經玩過很多次了 所以真的轉到有點暈 所以就不會再玩就是這樣 希望還是不用再玩 因為每次這樣說完 最後也是有玩的 Anyway 所以剛剛所說的 那三個標 三個流派 本人是不會在 下個Lead邪靈聯盟 Vidual Lead上面玩的 即是那三個都不會玩的 最後片尾 就再一次感謝 在上個Lead 首日 那麼多位捧場的觀眾朋友們 首日我們歷戰20小時 之後終於上到Ninja 上到引者網了 最後才睡覺 特別名謝兩位網友 就是摩鏡哥 以及三四 在首日直播日 我們就為了我們的Trap Room 增加了不少人氣 是真的非常之感謝他們 以及多謝各位 謝謝你 那同樣地 今個Lead 我們都會在開服的時候 就會在Twitch做直播 那今次直播效果應該好一點 因為畢竟都換了電腦 時間方面 應該就是港台時間 1月16號凌晨3點 還是4點 我都不知道 總之我就是6點 如果你還沒睡覺 就可以來看看我們有幾眼睡 如果你那天有事做 晚上才可以玩 或者可以看 不要緊 我們通常都還沒睡 甚至乎你起床睡了 你還沒睡 Anyway 希望到時在Trap Room 會見到大家 我們3點13見 多謝收看 謝謝你 再見 諸位